在电影《最佳嫌艺人》中 刘花饰演的药厂老板是苏友鹏的顶头上司 戏外他也成了苏友鹏的绝对粉丝 电影《最佳嫌艺人》讲述了一个因配药秘方而展开的悬疑商战故事 各方名薄暗逸迷雾重重 苏友鹏饰演的销售总监经常备受失眠煎熬 变得轻度抑郁 而生活中的他对此似乎也深有体会 戏图让自己在传播那种感觉 大概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有失眠过吧 应该会有点苦肿 有点呆滞 常常出神 拍起常常昼夜颠倒 然后不是不见得都很好调来调去 绵羊有用吗 变小孩了 想来最近苏友鹏还真是缺叫 不仅首当制片人推出电视作品 参加综艺节目 陆续有新电影上马 到了年底又赶上冯小刚导演 为今年春晚招兵买马 同属华裔公司议员 苏友鹏自然不会错过这个 进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没有 我想带秦岚 大家去演一段小品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戏本来就比较逗嘛 两个人唇枪舌战 然后 真的我们那时候就一直说 我们两个应该上春晚 演一段什么人转之类的 之类的 我们俩绝对可以胜任 赶快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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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和秦岚 进水楼